关山镇有一家餐厅的老板是发挥了创意巧思 将宝丽龙以及旧报纸等材料 制作出了造型可爱的环保公仔 更在今年的年初成立了纸翼工作室 把自己的创作出来的公仔 变成了当地特有的艺术品 关山米国学校里面摆放着许多米宝宝的造型公仔 还有巨石像造型面纸盒 这些公仔都是来自这位厨师刘永良的巧手 而全部的造型公仔全都是用废豹纸以及保丽龙 回收再利用的艺术品 将废纸浆涂抹保丽龙 在等风干之后就变成了环保作品 刘永良说原本只是出于好玩 做了一个造型脚踏车送给儿子 没想到继续制作其他的公仔之后 却意外也能注意 一开始是没有这个想法 只是纯粹是做好玩 那开始慢慢的很多人 一直来委托我帮他们制作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才慢慢的考虑说 那这方面应该可以也是可以当成副业 环境污染太严重了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推出去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话 那其实这个是自己想做的 他当初在做创作的时候 家里报纸根本不够用 我到处去回收报纸 在镇上的朋友都笑说 我怎么穷到我去做资源回收 当他从一个作品从无到有的时候 我是他的头号粉丝 我觉得他真的太神奇了 今年年初他与女儿合作创立了纸翼工作室 他们的环保公仔 都慢慢的出现在关山镇的角落 那这样的作为 其实我们发现他的效果蛮好的 他有在地的故事 那他又有环保的概念 那他又不需要我们找很多大公司 发挥很多的费用 那这样的大家多赢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很乐意来支持在地的一些创作者 除了造型面纸盒之外 还制作出不同的可爱造型公仔 刘永良把兴趣变成职业 将好看又好用的艺术品 变成了关山镇独有的特色 记者 参参 关山镇报导